哈囉我是蓋伊 我是波波 我是Miles 最近剛過完年 想必大家體脂肪應該都成長了不少 不要高 你們過年有在做飲食控制嗎 沒有 肚子現在特別大 過年只要飲食控制 反正過完年嘛 今天找兩位來 就是想要來跟你們挑戰一下 減脂 我打算了 就是用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來三位PK一下 看誰能在這一個月中 減去最多的體脂肪 好來 真的嗎 我覺得我 我應該不太會輸 因為我體脂肪應該特高啊 他腎肪應該是最大的 所以 體脂肪越高越好減 18減到14 跟12減到8 那有應該就差很多 所以我們 我們這次就是看總量 就是以 %數跟減去的 公斤數來看 脂肪公斤數 對 脂肪公斤數 看誰能減最多 OK 既然是比賽 那當然是 有懲罰 有獎勵嘛 對 有懲罰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們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我們三個人 一個月後 最 最 好可怕 哇 好可怕 這把企劃誰想的 太好了 我想到的這個 獎賞跟懲罰是 我們三個人一個月後 最贏的那個 他可以 獎一間 他最想吃的餐廳 OK 然後我們三個人去吃 然後最輸的那個 目前買單 對 OK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去量一下體脂肪 量一下我們目前的體組成狀態是怎麼樣 好 走 今天呢是 二月二十三號 我們甩油的第一天 那我們呢就先用這台 來量一下我們目前的體組成 大蜈子 大蜈子 沒有用力啊 沒有用力啊 我的手太硬了 因為你看你吹一個 那你用力 我沒有用力啊 沒有 真的沒有 喔 出來了 十八點三 我真的可以去玩 我真的可以去玩 OMG 哇我突然覺得你勝算好高 對啊 我先想一下我們要吃什麼 十九點五 看你們兩個 那個鞋子大魔王是不是 你們兩個體脂大魔王耶 我天啊 這樣我就有機會贏了 八點八 八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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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拜託 十六 十六 十一點六 六 還有一個月後を再生 我一定可以的 我也可以 然後就過了 我想放棄比賽 沒有你就把錢套出來 請問你現在你預算有多少 我現在預算了 沒有上線 太好了 你們如果真的能夠幹掉我 那我輸的心甘情願 那有什麼問題 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去吃一餐 好吃的來犒賞一下自己 來我們永和3D歐 D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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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我們三位的減脂比賽正式開始 那老實說我自己是沒有什麼信心 能贏過兩個這麼有的人 一個18.3% 一個19.5% 哇 他們兩個起跑點就已經贏在我前面這麼多了 那減脂是這樣 越減到後面的減脂效率會越變越慢 那我唯一的優勢呢就是 我是一個非常能忍受飢餓的人 那減脂的關鍵呢就在於你的熱量赤字 你的飲食控制 那這個月呢我會盡可能的把我的熱量赤字 拉到一個極限 並且額外加入我們低強度的有氧 那中高強度的心肺耐力 有氧等等的 來提升我的燃脂效率 大家好 我是Miles 減脂到現在已經過了4天了 那在這4天呢 應該說接下來這個月的減脂比賽 我的計畫就是 我開始飲食控制了 然後 開始每天做有氧 跟 把我重訓的強度慢慢的往上拉高 因為其實 我前一陣子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都有點 沒有那麼有動力 那剛好藉由這次減脂比賽 希望可以讓我重新攬起對重訓的熱情 可以好好認真練一下 其實我們在第一天量體質的時候 我發現 量出來的那個數字 跟我想像中的差超多的 其實我沒有想過 我的體質竟然會是在18% 我18%超扯的 波波19%嘛 所以我覺得 比較有機會拿前兩名的 就是我跟波波 那相較下來 我應該是最有機會的人 因為波波他比較容易偷懶 我應該是一個 比較 不容易偷懶的 認真 參與這個比賽的人 那蓋伊的話 因為他的 體脂趴數實在太低了 他的 能減的幅度 可能沒有那麼多 畢竟差一個月嘛 所以 蓋伊 我會想好 我們這個月結束之後要吃什麼的 那我要開始熱身了 等一下要開始認真好好的做中學 這一週是第一週 然後 來到了第四天 然後我的策略呢 就是 增加有氧 訓練完 開始有氧 然後 我喜歡做 踏步 可是踏步有人 所以就做 斜坡走路 哇 絕對不會輸的 哇 一定要拿第一 加油 然後 飲食的部分 就是 減少 碳水的攝入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 因為我是一個 不吃飯 會覺得很餓的人 所以 我的策略 最重要就是 肚子餓的時候 就瘋狂的打電動 我現在開始打電動 然後 真的受不了的話 就吃 牛肉乾 因為打電動的時候呢 你就會遺忘那個餓的感覺 然後 他們兩個就會覺得 阿幹 波波今天又他媽在打電動 又沒有在運動 因為波波他 比較容易偷懶 偷懶 偷懶 其實這是我的策略 OK 那其實波波呢 跟Miles他們的 減脂策略 跟我 其實大同小異啦 不外乎就是 控制好飲食 然後維持住訓練量 並且加入一些 有氧的訓練 看來 這一場比賽呢 最後真的是會演變成 一場意志力的考驗 對 今天 剛練完這時候 跑步機 來進行今天的油養 然後呢 我們發現了 我的競爭對手 對 賣了實話 竟然也在做油養 哇賽 看一下他在看什麼 喔 竟然 現在可以邊做油養 邊打電動 這時間來到了 將近30分鐘 看一下 對面的Miles 哇 還在打 好像是以美啦 現在時間來到39分鐘 對面的Miles 那已經走完他的40分鐘了 欸Miles 你今天就走這40分鐘而已 對啊 啊一天就這一次 對啊 沒錯你看 這就是我要贏他的關鍵 因為 我打算今天要走一個小時 可是我剛喝太弱水 我受不了 我要去聊聊 最後一個問題 啊你如死贏了嗎 如死 欸你怎麼知道 如死 阿姨你在吃什麼 我在吃練後餐 因為 最近在跟Miles跟波波挑戰一個月的減脂計畫 那 飲食也會比較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我練後餐就是 蛋白質 那雞胸肉 脂肪比較沒有那麼多啦 然後 碳水的部分就是蔬菜啊 然後一些瓜類 菇啊 玉米這一種 那大家可能沒有看到米飯 是因為我中午已經吃了一碗飯了 那我在監測的時候呢 澱粉類的就會攝取比較少一點 希望 這個月 可以 趕掉他們倆 好好的飲食控制做起來 我相信 飲食控制呢 我應該是不會輸給他們兩位 那分享一下我在 不管是蒸雞或是鹼子 一定會吃的補充品 就是 魚油 跟B群 哇 這個好的油呢 跟B群可以讓你 維持你的健身的品質 讓你平常的精神狀態 都可以維持得更好 重點是 輸入GY1224 才可以讓你全館想折扣喔 分享給大家 就在當天呢 我訓練完 吃完練後餐回到家之後呢 我發現了一件 非常 令人 髮指的事情 剛剛訓練完然後 吃完我的健身餐回到家 打開IG呢 滑到了 波波的限時動態 他跟Miles竟然在吃炸雞啊 完全沒有把我放在眼裡耶 你們把這一個月的減脂賭局 當成什麼的 我告訴你們 一個月後 等著 掏錢買單吧 今天呢 是我們減脂PK賽的 第10天 我來試看看 我的體重跟體脂肪 到底有什麼下降 來囉 很緊張喔 我記得 10天前我體重是 74.8 好 體重 掉了1公斤 但體重不重要 重點是 肌脂率要下降 11.6 10天耶 好難喔 然後 那在第10天的時候呢 我量出了我的體組成數據 那非常令人意外的是 我的體脂肪率竟然 沒有什麼變化 對 它竟然就維持在11點多趴 這當下 我看到這個數據 我自己是 非常的沮喪 那我就是一直在想 到底是哪個環節發生的問題 但是其實呢 能影響你的測量數值呢 它的因素有非常多 比如說 你可能是不是剛吃飽完 你的體水分 或是你身上穿的衣物的多少 你有沒有在量之前去上大號 這可能都會左右你量出來的數據耶 所以大家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你找一面鏡子 如果你量出來可能 數 數值沒有變的話 你去看一下鏡子 你的 體態有沒有改變 其實是一目瞭然的 那當下呢 我也是收起我沮喪的心情 繼續 健身去 現在時間 早上 9點52分 我一來健身房就看到 這傢伙已經滿頭大汗了 你也是來偷練的嗎 什麼偷練 我是來監督你有沒有好好的吃大餐 真的我還沒 我23號才開始打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知道嗎 我每天都在做那個 太拚了吧 吃大餐是期待 太拚了吧 沒有人一早 然後穿著帽T 然後試成這樣子 他爪有氧 你到底一個月想剪幾% 我希望可以剪到5% 努力中 欸不是啊 你也都正時間來喔 沒有啊 那你怎麼正時間出現 因為上次 十天量完體脂 我有點心灰意了 我覺得 我覺得對自己不夠嚴格 我現在想要多練一點 好啦我等一下 我是隨便來動一下而已啦 你不要太認真喔 我也是啊 我也是隨便來動一下 你也不要太認真 隨便動一下 我就是剛剛喝水 噴出來的時候 我們20天再量一次 見證了 看著嘴上說 隨便來動一下 身體卻很老實的Miles 這麼認真的面對比賽 那我當然也是燃起了更高的鬥志 那這一天下午呢 波波他也來到了三健克健身房 大家也知道 就是三個男生聚在一起 就是會發生一些很低能的事情 他們兩個 又要想很無聊的遊戲 你知道他們自己體脂肪剪不下去 他們就要用奧波 讓對手的體脂肪上升 你知道他們剛剛 硬要強迫玩什麼嗎 玩什麼 他們說 輸的人要把這一大塊喜餅吃掉 這大塊啊 出估400 300 還好嗎 還好啊 算400 算400 好 玩什麼 玩什麼 玩那個鱷魚的遊戲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 應該很多人看過 你說拆牙齒這個 對對對 十顆牙齒 然後其中一顆是 倒殺 看下去還會咬 對 然後就要把它吃掉 對 然後我們猜拳 贏人可以選 看是要先還是偷 好不好 好 好 你要先來 好 好 我還我指定中間嘛 好 喔 這兩個 一顆就中 一顆就中 來囉 一顆就中好不好 一顆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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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八分之一 我不想吃 中了 中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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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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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3月11號 我今天要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花椰賽 被雞胸 我告訴你 他們都不知道 在這兩個禮拜 每天早上都來有氧 知道劉多拼 為了就是爭了一口氣 這場比賽 真的會出的 好痛 減肌 怎麼那麼痛 相較於第一天我的體脂肪率 目測看起來是下降的不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肌肉的切割度 手臂上面的線條 以及我那銷瘦的臉龐 今天是我們三個人的減肢比賽的最後一天 開始進入倒數階段 明天早上我們就要來逸絕勝負 看一下誰是減肢膀 哇 這個禮拜我真的是把我的熱量赤字拉到一個極限 那也因為我們的比賽只有一個月嘛 非常的短 通常是不建議真的很不建議大家 在這麼短的時間把熱量赤字拉到這麼高來做一個減肢的動作 除了會讓你的皮膚恢復變差 你的訓練脂質下降之外呢 你之後如果要恢復飲食的話 是很容易負胖回來 那畢竟今天這個只是一個短時間的比賽來拍給大家看 所以非常實情 那手段也會比較偏激一點 大家看我現在瘦到臉頰整個凹陷了 那也因為是最後一天 當然不能虎逃死的味道 所以等一下晚上我會再次做一個 超小日的潛些油氧來榨乾我身上的所有體脂肪 結果明天的成績會好 明天是最後一天 現在是最後的有氧了 明天就幹掉他們吧 啊 今天是3月23號減肢比賽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等一下我們就要拍結尾了 那據我所知呢 波波跟蓋應該都是晚睡晚起的人 那我作型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所以我在今天臨時抱頭角 最後一天很明顯我的臉變超瘦的 這個月減了大概四五公斤吧 然後也是蠻嚴格的飲食控制 那訓練也是盡量維持 我不知道波波跟蓋應該是用什麼方式 但是再講一次 這場比賽 我不想輸 我還要睡好嗎 早餐有吃飽嗎 廁所我去了嗎 可以嗎 餓嗎 壓力大嗎 廢話少說 我們來量體脂吧 我們來量體脂吧 廢話少說 好 第一位挑戰者邁爾斯要站上他的肌脂肌 他一個月前的體重是81.9公斤 然後體脂肪是18.3公斤 776 776這樣降多少 4.3公斤 一個月4.3公斤 緊張了嗎 兩位 那個又 有一點 喔 15.2 所以我叫了3.1% 皮包瑟瑟發抖了吧 很恐怖欸 下一個關波波了嗎 好 波波來吧 我大概也看到 確實 肚子 肚子是蕭人軒 蕭人欸 瘦很多 不過在一個月前 體重是80.5公斤 然後體脂肪是19.5公斤 他也降了4.3公斤欸 看來大家都很認真在減肅 一個月4.3公斤很強欸 16.5公斤 16.5公斤 你3.1欸 你多少 你3.1 我3.1 耶 哇 耶 頂尖對決 頂尖對決 哇 太神了 就超 就超 0.1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這個第三位挑戰者怎麼樣 壓力不大了吧 還好 我現在好有壓力 壓力 還好 我現在 你就是吃飯嘛 你就是一餐而已嘛 對 好 最後目前 哇 69.5 69.5 欸他連手都降了很多喔 很厲害 但是肌肉也是可能不少 7.3 7.3 7.3 耶 這該是冠軍 大尼谷輪真的是動漫獎 欸你好厲害喔 這次我 好強喔 可是他一定是很特質的那一種 他很特質的 而且我們都還要玩遊戲 看他 聽他在這邊 他們的沒賽就是在狂練 對啊 狂練 不得不說 這樣熱量赤字拉到這麼極限 真的是壓力很大 對 可是我是覺得 只要你們晚上應該都睡不好 對啊 晚上都睡不好 都睡不好 對啊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 比賽的 對啊 背賽的選手確實是非常 非常 他們真的很強欸 所以他們身體在 賽前 會比較虛弱一點 嗯 廢話少說 我吃到那 我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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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這個月 也省了很多飯錢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說真的 我沒有沒吃 我都還是會吃 而且都會吃更 因為蛋白質吃更多了 所以其實不會比較便宜 因為我的蛋白質是超多的 你等於是 沒有 對 比較正常的減肢 因為我沒辦法忍受 真的是 完全不吃 或者是吃很少 我覺得我受不了 這樣子來說 你的肌肉量可以保持比較 對 像我這麼極端的話 我雖然體脂肪降了 但是我肌肉量 也會不會掉 對 那我探索就吃比較少一點 所以訓練起來 精神真的是非常長 對啊 因為我身體對探索還蠻敏感的 隨便吃個飯 也不會是 對啊 我只要 練前 沒有重探 沒力 真的 站不起來 做過 站得起來 站得起來 站不久而已 吃飯 吃飯喔 耶 謝謝我們的波波 謝謝波波 感謝感謝 謝謝 好好吃 好爽 我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有吃飯了 這個月探索全部都是地瓜 這一口吃下去 那我回到 跳一顆飯 回到煎紙前 我好久沒吃肥肉了 對 這個月 這一個月都吃雞熊肉 哇 真的 太享受了 好爽 那今天是要炒麵來進嗎 吃一個 蛤 吃一個 便宜啦 小錢 要是來撐到一餐面前 小錢 小錢 小錢啊